视频赛爆冷门 中国世界冠军爆冷遭淘汰 成中国首位出局之人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欢迎各位朋友 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平的最新情况 国平呢 在日前已经到达德班 参加德班视频赛比赛 这次比赛我们派出了全部的主力 孙沙 凡人东等人 都是西数到场 希望能够取得本次视频赛冠军 作为三大赛事之一的视频赛 可以说让很多球员 非常希望能够收获冠军 因为你只要成为视频赛冠军 奥运会冠军 加上世界为冠军 就将成就大满贯 这样一个诱惑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国平选手们 自然希望能够在本次视频赛中 取得获得成绩 通过第一天的比赛可以看出 不管是马龙还是柴梦 都是比较轻松的击败对手 由于本次的抽签 给深谙排名分布的 可以说作为国平的几个种子 选手来说 面临的实力差距都比较大 所以说都是比较轻松 建计了下一轮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比赛中 作为中国的世界冠军 也是惨状投退 成为中国首位出局的第一人 是谁呢 就是曾经帮助过中国台北律 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央职员 中央职员这名老将呢 曾经多次在世界比赛中啊 收获冠军 但是最近几年的状态非常不理想 这次比赛他报了南丹和南双 两个项目 在昨天晚上比赛中 他在南双中报了0比4 输给了法国的小将勒布伦 虽然说勒布伦的实力非常强 但是呢 作为老将 拥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 中央职员来说 这次比赛 却是打得非常窝囊 在第二局比赛中 0比11输给了第二局 可以说 也实际上很多球迷啊 非常意外 因为可能实力有差距 但是输一个0比11 这样一个比赛的话 对于球迷来说 不能够结束 最终0比4才遭淘汰 作为中央职员来说 这样一个输球 确实让球迷非常费劲 目前来看 这位老将的状态 已经不在了 他在此前也是多次 到达国内 与咱们国平的几个选手 一起训练 备战 这次呢 中央职员在 双打比赛中 输球之后呢 也成为咱们中国队 出去的第一人 希望他能够 在哪方面取得 或者战绩吧 通过此前的抽签 可以看出 他在大打方面 第一轮就会面对 张伟之合 可以说 作为他 这次的前卫 有点太不理想了 希望呢 中央职员能够 稳扎为 争取 击败张伟 建议军下游泳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 再来